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来 应该是换取我们更高的等级吧 我们只要收集的这个贝壳够多 我们就能成为这里的新大王 好吧 那么这边有个背包的样子 我们只能存到25个贝壳 那么现在我们 这个贝壳在树林当中也有 它怎么这个 可能是长潮长得比较远吧 待得这么远我们只要走过去 点击它就能把这个贝壳里的 什么东西 贝壳里有珍珠吗 好像没有 这里有个贝壳是空贝壳 我们来看一下 哦 贝壳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 哇 哈哈 万万没想到 我们这个 螃蟹在地上爬 壳从天上来 我又看到远方那个 蓝色的螃蟹了 好 我们马上好像收集完了 然后呢 我们就跟着这个指示 走 现在还差一个贝壳 去哪里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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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里把贝壳存了咧 哦 我的贝壳满了 去哪里存了 哦 那边好像有个洞 我发现了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洞穴 我们只要走过去 来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 哦 还有商店 商店在这里 来 成为我们的新 哎 不要挡着我 行不行 叮叮叮叮叮叮 哎 哎 哎 怎么 哦 25个 一个贝壳只值一块钱吗 这边能买 买帽子 哇 它这个红色居然有500个贝壳 那这个皮肤呢 170 哇 450的皮肤 哦 这边还有能力 速度 以及力量 这个是什么 标题吗 哦 哦 还有这个 哇的天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游戏到底贵不贵啊 这游戏的金币 我们来看一下 在在哪宽 哇 买不了吗 我们还 哦 这个螃蟹摸起不得了 我们只能捡这个 而且它这个贝壳 哎 哎 捡它 哦 还有人 主要是还有这么多螃蟹在跟我们抢地盘 哇 你看有的螃蟹戴了帽子 有的螃蟹变了颜色 我还捡不掉这个小贝壳了 好吧 那我放弃你 嗯 来捡这个 那么好像75个贝壳 我们就能买个帽子了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能不能买个可爱的小帽子 哎 哎 来 来来 不要抢我 哦 它这个是变了皮肤又变了帽子的 我以为是一体的 没想到比我想象中更加复杂 我发现了什么 前面居然有个洞 看到没有 这边居然有一个小洞穴 让我来看一下 真的买不了金币吗 哦 这边好像 能买 能买泡泡 哦 好像挺贵的 哎 45RB就能买1000个 那我们来吧 火吧 为了我们的效率 为了我们更快的成为我们这里的新大王 我现在已经有1000个金币了 来 看一下我们这个洞里有什么 把这个贝克给剪掉 哎 哎 哎 剪掉 好 来 哎 一个神奇的洞里现在没有什么呢 噔噔噔噔 啊 十八星光 空的 哇 那你做了一个洞是干什么 居然是空的 我们回去先升级下我们的皮肤 马上我就要成为这里的新大王了 小贝向来了 来 把这贝克夹掉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 OK 噔噔噔 来 先来换一下我们皮肤 要不要换成紫色的 紫色就是这里的新大王 然后呢 我再算一下这个500是吧 呃 那我们就就变成这样吧 好吧 买一个这个 呃 这个属性大马 好 那么为了我们变成新大王 来吧 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新大王 是的 我们变成了紫色的皮肤 皮肤 诶 为什么紫色的装不上去 在这里 给它装上去 哇 马上就能变成紫色了 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 还有200多 买一个帽子吧 来 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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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诶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皮肤还不是紫色的 来了 出去之后我们就是这里的新大王 嘿嘿 哇 可以收集100个贝克了 本来只能收集25个 现在我们能收集100个了 然后新大王 你们看到我 都得给我让路 我成为新的螃蟹大王 蓝色的螃蟹都没有厉害 诶 没想到吧 一瞬间啊 我们就充满了这个贝克里的珍珠啊 原来这贝克里是有珍珠的 只不我们看不到 你看这边我们现在已经有210个珍珠了 到时候下一段话 我们就把头上的东西 头上的帽子给换掉 诶 这个游戏 诶 我们去海底看一看好吧 我们现在发现海底好像没有去过 哇 原来是另一个世界 海底居然也有 还有别的螃蟹 有别的生物吗 这里有个洞 哇 哇 50k 能解锁这个洞穴 这洞里是更加厉害的贝克吗 哇 原来是这样 果然还有下一个区 但是我们现在上不去了呀 哇 我们贝克在这个洞穴里面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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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来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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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 �ey � 1975 跳不上船 跳不上船 oll pop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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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不上船 电动力要50k 还有贝克ffen 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嘛 这两个在这里 动眠吗 螃蟹动不动眠 在睡觉了吗 你们两个就直接 好吧 那么先差不多 我们今天这个螃蟹模拟器呢 就玩到这里啦 各位小伙伴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小朋友点个赞 在视频下方评估了 那么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